遇見陳鋒來 觸摸天地間 歡迎回來仙劍奇俠傳 那今天呢 我們不打架也不抽卡 我們來盤點幾個你跟我都採過的一些大坑 簡單說今天我們來聊一下養成的必坑指南 因為目前這款遊戲大概出了快一個月的時間吧 那其實這款遊戲跟當初早期玩放肆50一樣 在你還不懂這款遊戲之前 如果你都沒有做一些研究的話 這個遊戲真的是很多的一些大坑 包含活動 包含養成 包含俠客的抽卡 各式各樣的部分 只要你不知道 花掉的話 等於說你的資源就浪費掉了 那陸續的話都會做各式各樣的一些研究 就是一些俠客的養成 或者是抽卡 或者是一些各個活動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需要囤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物資 大概目前來說大概都會介紹給大家 目前的所有的活動大概都介紹完了 包含養成的部分 那 級數有點多 所以想說今天來做一個總結 就是來盤點一下我覺得 14個超級重要的養成碧坑指南 包含各個活動 需要注意的事情 需要存的一些東西 那還有所有商店的一些兌換的懶人包 今天大概一集全部把它講完 因為目前來說有一些玩家也會在底下留言 那留言的部分有一些是以前講過的 所以想說好那就 一次統整性的講完 那如果你可能實踐沒那麼多的玩家 看以前的影片或者是一些文章的話 那看完今天這一集應該就可以把所有的 這款遊戲 目前來說所有的一些大坑都給避掉 那剩下的話 看你要不要追求更高的那個 因為如果要追求更高的精算 其實玩遊戲很累 我是大概一款遊戲 大概能拿到八成 大概九成的資源就夠了 剩下那一層不見得一定要全拿 因為如果你要按表超課的話 玩遊戲這次真的蠻累的 好OK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今天就來盤點一下 我大概把我所有的資料 大概會整成這幾點 那我們來速讀一下 然後跟大家講一些養成必坑 然後還有各個活動要注意的一些指南 第一個的話就是俠客養成的途徑 那目前來說這種遊戲 俠客你要變強的途徑齁 很多人都是升星 抽完卡之後星升完之後 就感覺就是 已經到頂點然後就賣號氣坑了 其實沒有這種遊戲都是玩很久的啦 如果你願意玩他的話 那養成的途徑有很多 所以你每個東西都要盡量想辦法去升高 那這個東西都有分前中後期 大概整理了一下 前期的部分 通常來說都是以角色 星數跟鮮數為主 角色星數的話基本來說就是抽卡 鮮數部分的話這個遊戲比較特別一點 他是有百分比的等級加成 穿插來做 穿插遊戲內容介紹好了 他這個像譬如說技能 他這邊都有一些那個趴數的一些那個 然後他本身的鮮數 他這邊都有那個加強的係數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增強百分比的 所以鮮數等級越高會越強 那每十二十七二二 欸是二二還二七啊看一下 他是會升級二二二二二七 所以通常這些關卡的一些秘籍齁 會需求量會比較大一點 尤其是二十七的秘籍 二十七間秘籍是最頂的秘籍 然後所有的那個技能都會開放 所以盡量啊在中間那個過渡時期的時候 體力盡量不要花太兇 至少都要存大概 我個人是存十幾二十個那個體力啦 就是肉啦 然後等到到達一個門檻的時候 大概再耗掉一半這樣子 所以我十七的秘籍的時候 目前大概有刷幾個出來 那這個就看個人 那到時候二十二二十七 尤其是二十七的時候 你要多存一點肉 這個的時候你的那個 先速的等級才會提高這樣子 那角色升星啊完全看個人抽卡運星跟刻度啦 那五顆玩家就祈禱運氣好一點 那所有資源盡量拿 大顆玩家的話就隨意的這樣子 那再來還有角色進階 進階的話是看你的主線推進的進度 因為他最主要進階就是刷這些石頭嘛 這些石頭就是看你的進度 所以前期部分來說 在九十幾 九十四集以前 體力盡量一定要買滿 這個一定要買滿 如果你的獄龍夠的話 甚至每天那個八獄龍啊 那個四個還六個的那個體力盡量都要買滿 好那前中期的話就開始要搞那個魂器 魂器的話一般來說 優先順序的話以主C為優先 那再來是主控再來是-C 那因為輸出這個遊戲來說是很重要的 反倒是坦比較不重要 那如果你是PVP的話 主控可能要第一個優先 因為必須要先出手 你要先控制 那就看個人 如果是PV1的話就是以主C為主 那之前講的那些活動 等一下會講的那些活動啊 所以說魂器需要拿的途徑都一定要拿 那再來比較簡單就是鮮蒙的那個十六貢獻 可以換一個隨機的魂器 這個的話要等比較久一點 因為目前來說 他要卡鮮蒙的那個商店 卡鮮蒙商店的話就是卡這個建築啦 所以你的那個 就像我們現在已經快到了嘛 然後到的時候你就可以買了 那個十六的那個隨機魂器包 就這個東西 坎哥的運氣抽不抽得到 即使抽不到也沒有關係 抽不到的話他至少也有一些屬性 也是可以加強你的角色的 那中期開始的話就是六十四集之後 我們神柱符文就會開始了 那六十四集會開放 目前來說的話我們是六十 我是六十二集啦 那在打世界BOSS的時候 其實你就已經可以拿到一些那個 符文包 那這邊會有符文包 就這個符文包 差不多中期開始 就開始搞符文神柱這些東西 那盡量要打高等級的世界BOSS 什麼意思 我們這個符文包 除了課金之外 就是免費出處最大的地方 就是打世界BOSS 從六十集開始的世界BOSS 會給你這個符文包 雖然說是隨機的 那所以盡量打高等級的 如果你等級越高的話盡量打最高的 那像五十集以下的 你會看到這邊就沒有符文包 所以從六十集開始 能打世界BOSS盡量打 至少可以拿到這個符文包 要不然你符文靠科技的話會比較辛苦一點 然後再來是 中後期的話再來是裝備 因為裝備之後開始S1S2 開始就有飛生石的概念 那前期可能不明顯 中期開始之後屬性加蠻強的 那紅裝的話盡量 未來可以飛生 所以那個城裝大概是電檔的 紅裝之後可以飛生 所以盡量湊 那盡量要以法屋為主 因為目前法屋都是以那個群商 主C為主 所以目前裝備的話 都是以法屋的角色會比較多一點 那後期開始的話 目前幻靈資料已經準備好了 只是說幻靈好像要等到一百幾 還一百零幾幾才開放 那這個還太久了 這個對我們來說 還太久了 這個以後再介紹 好大概是這樣 那第二點的話 從幸運招募開始介紹起 那每個活動 大概快速講一下 第一個幸運招募 這個記得 這個是綠卷的資源 綠卷就是我們的抽卡卷 記得一定要穿到250抽 幸運招募才可以拿滿那個獎勵 剛好我們這一周 幸運招募 再過幾天就沒了 就這個250抽 全部才能把 包含我們的那個 這個武器石 然後還有這個紅卷 才可以一次全部拿完 包含你稀有自選 這個完全 這個玩這個 如果你是剛進來的 那個新手玩家的話 記得千萬不要亂抽 我前期就是亂抽 狂抽抽完之後 才開始查靠腰 這個遊戲 竟然跟那個放肆武力一樣 不能亂抽 前面包抽了 一百多抽吧 浪費掉我的一個稀有資源 有點可惜 這個東西要千萬記得 然後再來是一流估書 這個是自保的獲取途徑 之前也有介紹過 可以去看一下我這集的影片 那個專輯介紹 那白卷的部分的話 資源是很重要 因為他至少 精算的話 大概要1555吧 然後可以 剛好可以拿到自保 這個是精算的情況之下 但建議啦 個人建議 就是至少要存到1905 那把自保跟魂器一起拿到 到最後 那個什麼 夜遊估書 你的你選完 那個又一個是倒三角形 一個自保完 然後旁邊有個魂器 好像280還300多 反正加起來大概是1900左右 所以記得我們這個白卷 就是我們那個資源的這個白卷 這個一定要存到1900 再開始花 好 然後再來是西安檔票 這個遊戲 所有活動裡面最重要 然後 所有資源 重要的資源 大概都取決於這邊 包含魂器在內 西安檔票 那就是那個金龍說話的地方 你看到每個活動 都有一個固定的一個重要的資源 這個是綠捲 然後夜遊估書是白卷 那西安檔票的話 就是那個檔票 那之前也介紹過了嗎 可以去看一下 那個完整的介紹 那 玩一輪 金龍大概要2萬多 總共要玩 總共是8輪 但是玩完6輪就可以了 玩完6輪的話 所以盡量保底在14萬金龍 那目前來說我是10萬 所以下一次就可以玩了 那完成6輪的話 可以拿3個自選的魂器 這個CP值最高 這個是以平民玩家為主 那你如果你是克勞玩家的話 你要玩8輪 那也是沒有關係的 好 那盪票一張是300金龍 至於可以換算一下 就是 你即使金龍不夠 但是你的那個盪票 以300 一張是300金龍 大概換算一下 那加起來 大概14-15萬金龍 就是比較保底一點 那記得中突資 每天會花88金龍 要買那個 每日基金 那個會返利 這個會完全還給你 所以這個一定要買 這個是白嫖的 好 那第五個的話是開箱 有你之前介紹過 這個活動的話 我就記得總計分量是2700分 大概兩千多少分 那記得每天那個 世界boss這個懸賞 那個寶箱 一天開五個就好 那一般我個人是挑 中間這個精緻的 因為他可以比較好的那個 好 這是那個開箱有你 那記得 聽說路板查到 官方說法 聽說紅卷的機率是1.8% 因為這邊完全看不到 機率的概念 那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去問吧 路板有人去問 機率1.8% 大家自己看看那個 有沒有中過 中過的話應該算是蠻幸運的 好 那再來是自尊招募 那他是陰陽角的一個圖鏡 之前介紹過 那200抽會給你一個魂器 那300抽也會給你一個魂器 那建議啦 一定要存到300抽再抽 CP值是最高的 那紅卷也是這個由 三個卷裡面來說最珍貴 這個超難存 目前 往上現在一個月 只有十九三 所以這個東西 之前你有介紹過那些圖鏡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現在抽卡就看不可以 好 那再來比較重要的 就是所有商店的兌換藍人包 那一個一個介紹 因為商店兌換 因為包好自己在內 我會踩到這個坑 剛剛是我 那個手劍抽卡濾捲 浪費 再來是比較重要的 這個商店我也曾經自己 就是亂發過 再介紹一下 珍寶商店 每天 記得只要買肉 把它買滿四個 那同學兩個 剩下的都不要買 直接略過 神鬚商店 必買 那個寧政丹 這個一定要 因為他那個 加強所有角色的強度 成行令 你跑 然後他還有經驗值 飛生石跟紅卷 那目前因為還沒有開放 所以沒有 目前沒有飛生石 那所以 行軍令的話 每天記得買滿 打神絮會用到 然後紅卷 還有寧政丹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是 仙萌商店 這個就是我踩的坑了 仙萌商店 每個人都只記得 那個十六萬的那個 就是那個魂器 前面這兩個 我真的忘記了 養魂丹跟綠卷 這兩個也要每天必買 一天 每天可以拿那個 仙萌的這個幣 然後可以買兩張的那個綠卷 然後再加上一個養魂丹 這個千萬不要忘記 我到現在整理資料的時候 我才想起來有這個東西 浪費了好多天 其實仙萌幣 如果你正常這樣子買的話 絕對夠 只買這兩個 加魂器絕對夠 那 我浪費了很多天 所以這個千萬不要 不要跟我一樣 浪費了很多卷 怎麼可以買 然後再來 比武跟仙遠就不用講了 就換自己想要的那個 就是俠客啦 比武仙遠俠客這些東西 換自己個人想要的那個角色就可以了 那 尋仙的話 就比較看個人 有些人喜歡拼隨機 像我喜歡拼看看能不能抽到稀有的 那如果你不拼的話 找普通的話 一般是火阿奴跟土星玄 這兩個是比較常用的 那剩下的話看個人 如果你缺肥料的話 也可以從這邊找 好 然後再來的話是 主隊副本 主隊副本的話 就是每天打看個人的體力 那比較重要的 跟我 我自己有時候偷懶也會忘記 就是一天 你體力刷完之後可以助戰 助戰前4次可以拿到仙遠 這個仙遠 每300可以去抽那個 那個什麼 隨機角 五星角 就是拿到那個仙遠 然後可以在商店的這個 仙遠商店這邊 可以抽五星角 總共300 所以你每天可以拿到40個 簡單說你比別人勤勞8天的話 你就多一隻隨機五星角 那包含每天好友 最高40個吧 總共60個 所以簡單說你五天 每五天應該會有一隻 五星隨巾角這樣子 所以這個千萬不要那個 忘記了 然後巡弦路的話 打法 如果你的那個 角色是強的話 基本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你是 可能比較 前期來說 角色比較不強的話 大幅選擇盡量 第一個 先優先選攻擊 跟暴擊回血 那個遜戰利益要把它拉起來 要不然角色死了就死了 算說復活 代價也不高啦 但是盡量不要浪費啊 就是這樣子 那符合角色 看你個人隊伍 火土或者是風雷 那還有一些那個傷害加成 那一些直傷的一些增加 傷害的buff都可以弄 那斬殺回血的話 是比較那個 比較沒有用的 那有些是打最終頭目 有那個增加傷害 如果你要爬排名的話 也是可以弄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是巡弦小鋪 這個千萬記得 第10點 這個的話建議啊 只要有每次有 一定把它買滿 即使這個兩張400金融 我也是買 因為捲軸在前期的角色來說 很重要 然後你玩幸運招募的時候 也會需要用到 所以盡量每天就盡量買一買 好 然後再來是b5大會 盡量就是每天打三次啦 那盡量把那個獎勵都拿完這樣子 那 呃 他這邊的話人榜 是一般俠客 地榜是稀有俠客 天榜是陰陽俠客 所以看個人需要 一般能進地榜就先進地榜 這個稀有俠客 比較稀有這樣 好 然後再來是這個 仙樹塔 仙樹塔的話 比較 也不是那麼困難 就是每天打 但是這個掛機齁 80體力 啊這個一定要掛 掛完之後呢 他假設我在這邊 四七八成掛 這個掛的話 是每天結算的時候 像比如說我等一下 爬到第五百成 結算的時候 如果是五百成 他就是以五百成來做計算 所以每天你就先把它買就對了 因為買完之後你每天 後面再推的話也沒有關係 他會按照你最後 當天結算到最高的那個 層級去做獎勵 所以不用太擔心 那唯一比較 那個的話就是 爬得越高 如果你角色越強 克老玩家越強的話 他一般都會加了一個難度 就是要不要讓克老玩家 跟批評玩家差太多 所以他有加一個狂躁值 這個在以前射雕就有了 射雕是心魔嗎 他也有一個強度是這樣子 所以他這個東西的話 如果你推的越高 屬性會越高 那每天好像會降20的屬性 所以盡量推 我大概是能推到 60到80 80差不多 好 然後再來是世界BOSS 剛講過 這個 目前來說 就是 免費給你白嫖出神柱的地方 就是我們這個世界BOSS 所以從60級開始 盡量打一些高等級的BOSS 這樣才拿得到那個神柱 就是符文 好 那最後是一節金蘭 一節金蘭的話記得一下 就是找一些長期 如果去公平那邊 問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長期的一些好 那個好友 然後可以那個一起弄 因為一節金蘭的獎勵其實很不錯 這裡 每五個等級 你看這邊的金融還蠻多的 然後還有那個票券這些東西 然後還有這個可以換稀有的角色這個石頭 記得 如果你重來的話 進度會歸零 所以這個要小心一點 好 就是這14個 大概跟大家快速的那個講一下這樣 那再來講一下 三個我覺得很實用的表 第一個是身心表 這個一定要留一下 像我平常在算那個本體的啊 或是狗糧的時候 大概就是那個 然後上次有介紹過 這個又可以那個存下來 查表用 然後再來我覺得很重要的 這個1到10張的那個 世界 仙劍世界 這個的話像目前來說 我是開到第五個世界 那我第五個世界 我假設我自己 那個像我這邊 目前來說我今天玩 然後我 有一個那個寶箱找不到 哎呀 對在 這裡這裡這裡 有個寶箱找不到 我本來想到等一下 就要去查那個查 那 他這個玩家很 很那個很 很感謝他 他錄了1到10張 所以你1到10張 只要有問題的啊 就完全可以來這邊查 查影片 那連結我都放在說明欄 那最後一個話是 潛能跟神柱的那個表 這個表 我目前來說還 因為每個人講的都不太一樣 那可以先參考 到時候 之後 之後的話我會把神柱啊 每個角色 比較主流的角色啦 比較推薦 使用的潛能跟神柱 確定 是哪一種之後 再推薦給大家 目前來說大家可以先查這個表 基本大差不差 那 比較 如果是比較 確切的話到時候再 我整理完再介紹好 好 就這樣給大家做個參考吧 就是這一次的那個 養成必坑的指南 給大家那個 那個參考一下 如果有一些 知道的也沒有關係 那不知道的話趕快把它 做起來 要不然資源都會浪費掉 OK 那喜歡的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懸牢 感謝收看 下次再見